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调整层上进行的 如果你不需要这些操作 你只需要删除调整层 它不会改变没有片段的任何属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它需要利用插件 这个插件是我自己制作的 所以我也会免费分享给大家 我们现在去学习一下调整层的用法 首先我来讲一下怎么安装这个插件 当你下载完成之后会获得这样一个压缩包 我们只需要解压它 双击 然后会获得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找到 打开放达 找到影片 然后点进去 这里有一个motion templates 叫做motion模板 双击打开 这里有一个tintos 标题双击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 拖进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充起一下 反动卡的pro 就可以在标题里面看到 现在已经充起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动过24 然后这边有一个调整层 这个插件是我自己制作的 它的用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再把这个拖进去 拖进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假如说 以前我们如果要调整这个片段 比如说我想把它缩小 我需要选中这个片段 然后在视频检查器这里 缩放把它缩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进行缩小了 如果我们再对视频进行一些裁剪 或者再进行一些位置变换 或者是一些变形 再或者我们对素材进行添加一些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效果都会被应用下来 但是假如说我们想恢复这些所有的效果 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进行点击 不需要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只能进行删除 但是如果有调整层的话 这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调整层放在片段的上方 然后选中这个调整层 这个时候如果我进行缩放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只是对调整层进行操作 但是调整层下方的片段 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些别的操作 比如说裁剪 变形等等 或者是应用了一个效果 这些效果都会被完美的应用到下方这个片段上面 但是好处的一点是 我们不会改变原有片段的任何属性 只是改变了调整层的属性 假如说我们不需要这些属性 我们只需要按住V停用 或者直接点击Delete进行删除 这些效果将会统一进行删除 而且原有的片段不会进行任何改变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 我们几乎可以在调整层上进行任何操作 比如说我对它进行一个颜色的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选中调整层 然后选择颜色 这里对颜色进行一个改变 同时它会应用到下方的片段上面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 调整层是需要完全覆盖这个片段 假如说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断层没有完全覆盖 那么我们如果时间现在放在前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并没有被应用进来 如果我们拖到这边 可以看到颜色被应用进来了 所以如果你想完全用这个颜色 需要将它们对齐 将调整层覆盖所有的片段 我们先删掉对调整层上的颜色变换 调整层当然也可以进行关键帧的变换 比如说我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那么我在这里打一个点 然后把时间线放到这里 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只对调整层进行了变换 同时它会被应用到下方的片段里面 这个时候如果我不需要这些变换 我只需要安微停用它 那么原始片段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又是本期我们要说的 关于调整层的一些用法 现在大家就可以在评论区找到链接 进行下载安装 如果你没有在你的视频评论区 看到这个链接的话 你可以在微博底下 或者是B站底下可以看到这个链接 目前好像也只有B站 可以发一个完整的链接 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放出调整层的插件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教程还用不到这些 但是之后的教程 我会陆续讲一些 关于调整层的一些实际应用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实用 我建议大家都进行下载和安装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耐心考虑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且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冻瓜14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